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不知不觉2023年也过了一半了 上周和大家快速总结了连续加息后的五月房市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就利用被经常问到的三个问题 并结合历史数据带大家来探讨澳洲下半年的房市变化 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值不值得入市 最后再来探讨接下来澳联储现金利率的走向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我是悠悠,专注于投资策略规划 不存房产分析和物业管理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欢迎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的视频了 自去年5月期,澳联储已经将现金利率上调了12次 来到了4.1% 外界媒体各说纷纭,有对房市不看好的 预测房市最低谷还未到来 也有人则认为房市仍然坚挺 会迎来新一轮的上升期 对此你是如何看待不断加息对澳洲房市的影响呢 这是很网的一个问题 大家如果看我上期最新数据的短视频 你会发现全澳八大首府城市的房产在上个月全部迎来了正向增长 其中5个首府城市在过去3个月都是持续增长 那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带节奏让大家都去买房 那我更看重的是各大权威平台的数据 那为什么利息不断涨,但房价并没有继续跌 反而从无敌反弹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呢 我们先来看几幅图都是出自澳洲知名资深房产分析评论专家 John Lindeman的调研报告 第一幅图讲述了利息跟房价的关系 90年代初中期呢利息高达17% 那08年金融危机前期利息也高达9%以上 在当时的房市的确有回落 但从黄线代表浮动利息在过去30年的变化 黑线代表澳洲房市中价位在过去30年的变化 中间的这个红色箭头代表的是几次大的升息 从这两者的曲线图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房价整体表现并不是跟利息高低 有唯一必然的联系的 那利息在走高的时候呢 也并没有影响房价的涨幅 那下面这幅图呢直接说明了 加息的目的是一直通货膨胀 而并不是打压房价 那说到通胀呢的确如下图所示 红色代表的是通货膨胀率 黑色代表的是房价的变化 不难看出他们的这个步调呢 是基本一致的 几次通胀率在高位时呢 也是房价涨得最快的时候 那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柴米油盐 租金建筑成本 人工成本都在不断上涨的时候 房价在供需关系没有太大变化时 它是没有理由跌的 相反当政府不断的印钱 人们意识到东西随着通胀变得越来越贵 钱反而越来越不值钱 只有当钱转化成不动产的时候 从长远来看才能保证它的价值 而不是让它贬值得更快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目前通胀率较高 也保障了现在的房价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即便未来通胀率降下来了 房价也并不会暴跌 只是说不会再涨得那么快了 刚说到房价跟通胀有一定的关联 也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供求关系 这是不变的定律 不光是房产 物以吸雷贵 适用在任何方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供求关系 说到需求呢 就离不开人口增长 它包括了自然新生人口增长 还有外部的新移民的增长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截止去年12月底 跟2021年比呢 一年的人口就增长了 接近50万 其中净移民人数 从2021年的5940人 激增到2022年的32万人 那西澳昆州 维州的人口年增长率最为突出 分别是203% 202%和201% 高于全国水平 预测到未来2041年 人口从2600万增加到接近3200万 那但是根据这个悉尼大学 西南威尔士大学 城市未来研究中心 社区住房行业的协会 在去年年底联合发布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目前澳洲就已经有超过64万的家庭住房缺口 其中悉尼布里斯班 以及昆州Regional地区的住房缺口比例最高 到2041年这个缺口会高达超过94万 那就需要每年至少提供47000套的住宅 从阿比达的最新数据可以看出 4月份的月度住宅批准量下降了8.1% 使这个住房批准总量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别墅独立屋的批准数比10年的平均水平低了18.6% 而单元房的批准数则低于52.4% 下面这幅图的红线代表已经完成了新住宅 而蓝线代表人口增长数量 当蓝线远高于红线 这个gap越大就说明了供应远远小于需求 由此看来想要弥补这个缺口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这也是为什么租赁市场在过去12个月 全澳首府城市的平均租金涨幅超过两位数 在这样一个房屋供应短缺的情况下 大家会觉得房市会跌吗 当然在入市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看具体投资的区域和房产类型等等 谨慎入市 如果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呢 欢迎点击链接预约免费资讯 未来房价还是跟这个经济大环境 政府相关政策 就业水平和消费者信息等等相关联的 但是基于以上几点 我认为澳大利亚的房产在下半年不会有大的跌幅可能 那你认为现在的澳洲房市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或周期呢 值得入市吗 首先简单概括一下什么是房产周期 在澳洲每个州都有自己独特的房产周期 根据地区价格水平房产类型都还存在更细分的周期 从历史上来看呢 周期通常以房价上涨阶段作为开端 然后呢结束于房价停滞甚至下降的平静期 一般的这个周期是7到10年 但每个周期的长短会因经济因素 供求关系等综合因素而定 地域不同周期也不同 一个周期通常会有2到3年的市场平稳期 或者是房价下跌期 然后是几年的低增长期 接着呢就进入我们熟悉的这个boom繁荣期 即房价大幅增长的时间段 考虑到当前的澳洲经济状况和房地产市场 并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 说明接下来会有发生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市场 是进入了一个动荡回调期 虽然有媒体称房地产将在2023年崩盘 但事实证明了前几年也有出现过类似的预测 都是错误的 我相信这次也不意外 比如去年年底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呢 的一位专栏作家就发表了 全澳房价将下跌30%的文章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 2023年上半年的这个住房市场表现并非如此 无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 还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亦或是在2017-18的这个信贷紧缩时期 澳大利亚整体的房市市场 最严重的下跨都没有达到30%这样的程度 但我之所以说前面是动荡回调 其实因为央行的不断加息呢 会让房市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大部分人呢还是在持观望态度 回调呢是因为大家也慢慢适应了加息的节奏 外加supply的供应景 那我们知道截止到今年6月4日挂牌总数 由于这个新销售量相对比较低呢 仍然是明显的低于前五年的平均水平 外加租金涨幅高 还是会有刚性的购房需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房价是在慢慢回调的 那至于到底该不该入市呢 我个人有两个观点 一个呢就是从财务上我们要做好准备 首付预批贷款都要ready 而且要做好充分的余额 利息因为还会在涨 意味着首付和贷款额度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资金财务上非常紧张 又不要铤而走险去做房产投资了 第二个呢就是心理上的准备 我们做投资呢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 我们是做好了长期投资的平和心态 下面这个RPDAQ的权威数据表示呢 澳洲房产在过去30年 基本都是做到了每10年翻一番 92年到02年翻了一倍 02年到12年翻了一倍 12年到22年又翻了一番 当然每个区域还是会有不同的 也足以证明在澳洲做房产投资 是需要做好10年以上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心态 如果在财务和心理上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做好投资预算 投资策略和投资回报等一系列准备 投在哪儿 投多少怎么投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欢迎点击链接 看看我们如何可以帮到你 最后呢到底要不要入市 什么时间入 我用Warren Buffett的一句名言总结 就是当我们大家都失去理智入市的时候 我们要谨慎 当大家都害怕不敢入市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最好的入市时机 接下来现金利率走势如何 什么时候会出现峰值 何时又将迎来放缓呢 根据目前的通胀呢 加息是无疑的 那这幅图呢 是澳洲四大银行的专家 在本月给出的预测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接下来7月8月 是利率上调的关键预测峰值 专家统一认为呢 从明年开始回调 到年底将迎来缓和 预测利息最低将跌至2.85% 然而澳联储表示 不确定会采取何种行动 他们会在每个月进行决策 并继续实施当前的政策 直到经济稳定为止 所以我们在帮客人 做房产投资房 现金流计算的时候呢 会算得更为保守 以防万一 如果大家有任何贷款问题 我们也很乐意为你提供适合的方案 好了以上就是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反馈呢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欢迎给我们点赞 留言转发给需要的小伙伴们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我是Yoyo 期待与您下期再见